康熙当下便说道 子不语怪力乱神 真看你是在佛堂带多了 九二哥紧绷的神经还没有放松下来 立即又给绷直了 乌他 洪轩出声说道 起事就起事 反正我问心无愧的 康熙和九二哥阻拦不及 洪轩已经跪在了地上念念有词地说道 黄天在上后土在下 我安心觉罗洪轩是第一次起事 不知道起头是否正确 我跟戏文里学来的 如果不对的话 你也别见怪 十三心中不由的失笑了 心想 真不知道这诗歌是怎么教的 连神灵都不敬畏啊 康熙和九二哥原本都是悬着的一颗心 听了洪轩的开头 皆是噤声不语了 既然洪轩的表演隐犯了 那就勉为其难的捧捧场吧 只是洪轩一脸严肃地说道 各路过往的神仙听着 我发誓 我九伯对黄马法是一片的赤嘲 虽然黄马法吼起来嗓门没有我阿玛大 虽然我没有见过黄马法踢九伯 但是九伯怕黄马法比我怕阿玛还要厉害多了 但是九伯还是在尽心地伴着黄马法交代的差事 这几天蒙古王公天天找着九伯查 就我老爷没有去添堵 就冲着这儿 你们也得保佑我的老爷 长命百岁 三岸个不宜道 红轩 你说这么多废话干嘛呀 红轩不干了 三伯 要不你说一句 我跟着说一句呗 三岸个说道 你就直接说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就行了 别啰哩啰嗦的 我不说清楚的话 神灵不也就只能听到半截话了吗 神灵本是大着呢 听到半截话也能知道事情的原委 红轩还是不服气 黄马法本身还大呢 听了半截话也弄不明白呀 对吧黄马法 见红轩找自己求证 康熙哼了一声 给红轩一个冷脸 是啊 这边连和九伯欺骗黄马法 那边呢 去求神灵保佑老爷长命百岁 小心眼的康熙 不吃味才怪呢 三岸个说道 这尔玉钱不是敦俊王府 你别插口打混的 红轩刷的一下站了起来 说道 三伯 那你帮我发誓好了 红轩倒是个偷懒的 先前还叫三岸个手把手的交 如今干脆改为叫三岸个代劳了 太子盲说道 红轩 别对神灵不敬 红轩这才富佑贵了下来 说道 黄天后土 各路神仙 刚才不怨我 你们要怪就怪三伯好了 既然三伯说你们法力无边 那我也就长话短说了 总之此时我问心无愧 说完红轩站了起来 起完事了 三岸个不满意的说道 哼 叫你起誓刚才说的话是真话 你说什么问心无愧 红轩说道 三伯 我刚可是说的是起誓就起誓 我问心无愧 火麻烦您应该听到了吧 康熙觉得头有些晕了 自己到底是哪只眼睛看着虎脚蛮长的红轩顺眼的 红轩竟然在一群人精面前玩文字游戏为时有些拖大了 这些皇子阿哥们又岂是蒙古小姑娘们可敌的 红轩的话音刚落 三阿哥就抓住了他的语病 不依不饶地问道 红轩叫你发誓 可没有问你是否问心无愧 而是证实你是否说的是实话 怎么听得你的意思好像是问君无愧的欺君呢 三阿哥这个罪名给的有些大了 康熙已经后悔了 不该召开这个扩大会议的 九阿哥本来就是一个头两个踏 眼下就顾不得自己是否能够脱罪 而是生怕给红轩带来负面的影响 要知道红轩回京后可是住进二个所的 若是失了圣心 一个小孩子在宫里可就完全没有了仪仗 自己就算是天天进宫也没法事无巨细呀 万一一个招看不周 到时候可怎么有脸见红轩的阿玛呀 见三阿哥扭着红轩不放 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说道 三哥你有什么就直接冲我来 为难一个小孩子也不怕出了门挽了脚 三阿哥笑眯眯的将球踢回给了九阿哥 哼九弟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实地远在吕宋 咱们这些做叔叔伯伯的自然得多照顾红轩一二了 难道我们不应该告诉红轩人贵在城市吗 还有啊让红轩回话可是花马轻点的 难道你是说花马是在为难红轩不成了 红轩此时却不作声了悄悄的扭了扭脖子 静静的当起了观众 九阿哥冷冷的说道 三哥如有此情倒让弟弟我汗颜了 不知道在热和的日子里 三哥可曾过门给红轩起居和功课呀 三阿哥红了红脸说道 红轩有黄阿玛照顾 自是无碍的 九阿哥接着这话说道 红轩也有黄阿玛教导 罗目到咱们说话 于是众人的眼光又聚回到了康熙的身上 看康熙怎么处置 康熙心中叹了一口气 瞧了瞧没事人一般站在一旁的红轩 心想 这孩子是宠坏了 得给他一些教训才是 否则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天不怕地不怕呢 于是康熙用一种非常严肃的声音问道 红轩你可知罪 红轩瞪大了眼睛看着康熙 好麻烦 孙儿愚钝 你在这么多人眼皮底下耍心眼 首先是施了个橙子 康熙看来还是不想给红轩 灌一个弃君之罪的名字 九阿哥压制住了冲动 但红轩却不干了 走到四阿哥和十四面前问道 四伯和十四叔 当时就是跟黄阿玛在身边的 敢问四伯和十四叔 你们可听到九伯说了什么吗 对于四阿哥起哄叫的发誓 红轩还是有些记恨的 因此话虽然问的是两兄弟 但是眼睛却只看着四阿哥 四阿哥和十四皆做聋哑人 恍若未闻 康熙见红轩不知好歹地将事情继续闹大 便喝道 红轩你这是越来越没规矩了 红轩气鼓鼓地对康熙说道 黄麻烦 松儿就是没想明白 为什么这么多叔叔伯伯就没一个帮着九伯说话的呢 不是说要兄友弟公吗 三个弟弟的话都还不会说呢 额娘就教他们要相亲相爱 我要是做错了事 阿哥立马就会为我求情 怎么我觉得叔叔伯伯们巴不得九伯受罚呢 还有啊 九伯他们瞧着都怕黄麻烦 但怎么敢在您的面前起争执啊 我和阿安若是敢在阿玛和额娘面前吵架 阿玛准是一脚将给踢飞了 三个弟弟那么小 有一次抢肉 阿玛都给他们记下了 说是等他们长大了 一起算总账呢 另外 黄麻烦 您是九伯的阿玛 还是皇帝 您若是瞧他不顺眼的话 您就上前给他两脚就是了 干嘛非要找理由啊 还要弄得家宅不宁的 红轩眼下之意 别看你康熙当皇帝不错 可是作为一个父亲 可比老实差远了 您这些儿子也就是面上怕你 其实心里一点也不翻出 红轩说完这段长长的话 大帐里的诸位皇子的脸上 都是一阵红一阵白的 康熙犀利的眼光 一一扫过大帐内的不孝子们 没错 光顾着考察洪轩了 竟然忘了考教这帮逆子了 九二哥则决定 回去就写信问问老师 到底踢过洪轩几脚 怎么弄得洪轩 老实念念不忘的 半傻 康熙方说道 你说完了吗 红轩摇了摇头 黄马发 九伯真的没有说什么 您犯不着为了这么点小事 弄得鸡犬不宁的 如果孙儿真的听到什么 大逆不道的话 慢说是九伯了 就是我阿妈 孙儿也会大义密亲的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 告诉黄马发的 趁康熙愣事的功夫 九二哥此时 也赶紧的撞起了客帘 话嘛 儿子知道 蒙古王公们 肯定是为了药材的事 去找您麻烦了 这都是儿子办事不力 您要的药法 儿子绝对不会有怨言的 康熙冷哼的一声 对洪轩说道 洪轩 你倒生了一副好口才 却没有用对地方 长辈是由着你议论的 打今儿起 回到热和行宫 禁足十日 好好地给朕写个认罪折子 你先下去吧 热和的行宫 规模如今已经比较大了 但康熙为了亲民 也为了让太后受到回家的气氛 还是在草原上设了行员 行宫中就住着一些换办的嫔妃们 看来洪轩有的寂寞了 洪轩这时候 时去的没有再争辩 老实地磕了个头 迈着正常的步伐走出了大仗 脸上看不出个烦恼 天天陪小丫头骗子们玩 洪轩早就想让耳根子清静清静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还真不知道 康熙是在罚他呢 还是在讲他呢 见洪轩像个没事人似的退了出去 就阿哥心想 也是 在府里有实地宠着 在宫里有划马护着 洪轩就是明了 雷霆雨露皆是黄恩 但是没有机会 切身体会一番半君如半虎的战战兢兢 看来到时候得提点提点洪轩 今后别在划马面前这么肆无忌惮的 九阿哥还没操心完洪轩呢 就听到康熙说道 九阿哥 从明起 若是再有一个蒙古王爷来找朕说生财的事 你就给朕去蒙古待着 什么时候想出了法子 什么时候再回来见朕 还有 你这个当伯伯的 怎么教育之二的 让洪轩这么没大没小的 发银五千 九阿哥可不是老实 没那雄心壮志 去边疆去锻炼 顾不得承行洪轩 今日与他毫无关系 忙脸上的说道 谢花马开恩 儿子一定不会叫那些蒙古人 再给花马添乱了 九阿哥人虽然还跪着 但却已经开始动起了心思 今天晚上该怎么拿话 来安抚那些闹嚷嚷的蒙古人呢 接下来 自然是大帐内的皇子们受训了 康熙将众人一顿好骂 康熙确实有些气着了 一想到 老实那个老粗的教育方法 竟然能调教出来 有孝心有爱心的儿女 再想想自己 又是请明师 又是讲道理的 耐心细致的教导 竟然交出了一帮的逆子 康熙这口气 怎么也顺不起来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学生有问题啊 于是 康熙又画了两个时辰殉子 希望亡羊补牢 畏为玩意 等众人出的大帐 九二个顾不得酸痛的双腿 匆匆的朝老师越帐的帐篷营地里跑去了 希望乌尔锦嘎拉普郡王能给他点提点 将那些刺头给挑出来 毕竟自己可是出了五千两的罚银呢 虽然事情是因自己而起的 但是追到源头 也是洪轩先挑的事 所以 作为洪轩的老爷 乌尔锦嘎拉普郡王 有责任何义务帮自己一把 而十三呢 则跟着四二个进了四二个的帐篷 四哥 你今儿是怎么了 怎么想起几对洪轩了 四二哥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就是想看看他反应到底如何 十三想了想 洪轩倒是个聪明的孩子 但是心眼太实了 对着黄阿玛什么话都不忌讳 真当黄阿玛是平常人家的爷爷 过于天真了 说到此 十三哭笑地摇了摇头 心想 当初自己受宠的程度并不比洪轩少 可是如今呢 虽然与早先一样 每次都还是跟着随嫁 但是性质早就变了味了 不还是因为不放心自己 得带在身边监视着嘛 四二哥半赏才点了点头 嗯 十三弟说得有道理啊 天真的洪轩 在热河当众宣誓会大意灭亲 远在吕颂的老实 却浑然不知 自己给康熙培养出了一个 忠心耿耿的孙子 早早处理完军物 便翘班回了家 还高高兴兴地给奇木格在地图上详细地比划着 爷看好的 就是这个地方 老实重重地指了这一群岛屿的南端 奇木格就着地图看看 疑惑地问道 爷 这如此一来 马尼拉就横在中间了 老实点了点头 奇木格想了想又问道 这个地方可有汉人居住吗 咱们需要给洋人打点一番不 或者是 咱们需要给土著人送些礼什么的吗 你说什么呢 洋人就凭着几十个人就能将吕颂给占了 也手上那么多人 还要打点他们 你 你是想用武力夺了岛 老实好像太肆无忌惮了 这事情脑袋有点大 哪有 哪有那么快呀 爷虽然没有去过马尼拉 但是也找人问过了 马尼拉呀 就是洋人一港口建造的 所以 打算也照着洋人这个法子来 爷选了半天 总算是定下此地了 这地呀 也是天然两岗 南洋华人来往的船只 多停靠在那一端 洋人在那设了衙门 专门收华人的商船税 爷就派了一队新兵 扮成了商人 将那个衙门给砸了 然后又招募了一百多个汉人 在那守着 也设了个账房 专收洋人商船的税 一身边没有银子 这一百号人 只能靠着赋税撑着 此次洋人总督请爷去赋宴 也是为了解决这个事的 秦木阁有些郁闷了 这地盘还没有抢稳呢 就积极地送密码信 要求提银子 这老实办事也太不牢靠了吧 爷 那洋人知道这些人 是你派去的吗 汉人什么时候干过这事啊 虽然爷否认与此有关联 但是洋人也不是傻子 那爷 华马那边会不会知道啊 自然会知道的 但大家会以为 爷肯定是看中了 那港口的税收 为了避免与洋人的冲突 才假借汉人闹事 所有无妨啊 秦木阁看了看地图 恍然大悟 爷 怪不得你选在南边呢 到时候 就算朝廷派人来逮捕咱们 也是路途遥远呢 老实翻了个白眼 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港口啊 军船沿着海边 走了不到十天就到了 有什么远的 秦木阁一听 这地儿更不能要了 爷 咱们还是往山上走吧 哼 果然是富人之见 老实鄙视的摇了摇头 虽然老实嘲笑秦木阁 头发长 剑是短 但并没有因为秦木阁 跟不上自己的步伐 转而投入 红颜知己的怀抱 也没有因为担心秦木阁丢了他的脸面 而携手新人周旋于各个的社交场合 在临出发的前一天 再次确认了秦木阁的身体状况后 老实大笔一挥 将秦木阁保留在随行的名单里了 因为在后世的时候 曾经见过清末宫廷贵妃的照片 秦木阁当时只觉得一个个又土又丑 还对大清的历代帝王抱以一抹同情 可是二世为人之后 秦木阁所见的后妃福建们 除了他自己 个个走在街上 估计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回头率 因此秦木阁不禁得有些怀疑 当时的照相技术 可能是太过粗糙了 总不能说所有的贵妇都不上相吧 但是那时节西洋人的照片 好像还是给大家留下了诸多的倩影的 因此秦木阁便恶意地揣测 觉得洋人在买照相机器材 给清末子民的时候 肯定是从中做了手脚的